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蛙大叔 不少网友跟我提出要求 我说想测一下骆驼奶的升糖指数 当当我买到了 这个的话呢还是迪拜那边原装生产包装的 送到加拿大这边来的话呢 就这么一盒是480克 24小包每包20克 它的价格是包括运分150多价币 这已经差不多是800人民币了 够昂贵的 那我们来测一下 看看它升糖指数怎么样 它这个包装都是这样 一条一条论捉咖啡似的 这一条的话是20克 那就已经有8克了 运不低了 然后是5克的脂肪 然后有些蛋白质这样的 当它没有另外加白糖 这可能是骆驼奶里边本身带的乳糖 那么我们把它用180毫升的温开水冲开 然后服用 加水加得这样搅和搅和 味道外来很香 喝之前我测一下血糖 现在是6.6 开始喝 跟牛奶的味道还是不一样 有点差别的 好像有点点咸 然后刚刚喝完 我们看一下血糖多少 好 还是6.6 一个小时 6.9 我们再过半个小时再测一下 好 一个半小时 再测一下 血糖多少 6.6 已经回复到原点了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血糖 已经基本稳定了 这个骆驼奶 它的深血糖的话呢 还是完全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我觉得的话呢 可能尤其在晚上喝可能会比较好 因为它蛋白质比较高嘛 这样的话呢 又有一定的碳水 这样可能有助于睡眠的稳定 当然就是有很多种 关于骆驼奶 各种各样的功能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可不信 也不可全信吧 这个还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进行验证 好吧 我就不做过多的评价了 大家的话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成本也挺高的 所以呢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服用 好吧 好 跟着千花大叔 随心所欲 轻松控堂 谢谢大家